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红掌 红掌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植物 那么不少花友都喜欢把它摆放在阳台或者是书桌 做公关上是比较好的一种植物 摆放在室内养护的红掌 为什么它长出的花瓣没有那么鲜艳 没有那么大呢 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花瓣没有那么红 或者是这个花瓣有绿色的现象呢 大家看上像这个花瓣的颜色没有那么鲜艳 而且呢这个花瓣呢有绿色的现象 首先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原因 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缺乏光照 因为放在室内养护太过硬币 它无法是受到充足的光照 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花瓣里面的花青素呢 它就会形成的少 因为花青素还有燕绿素 它是基本上属于此消匹长的光示 只要随着叶绿素降解开始或者是完成时 这个花青素呢形成才有可能 那么这个叶绿素呢 它就会失收大量的红光 就会降低了米色素调控效力 从而呢就会影响到花青素的形成 那么这个花瓣里面的叶绿素逐渐的变多 它就会成了这个绿色的花瓣 所以呢我们放在室内养护的这个红掌呢 要适宜的给它失收下光照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形成这个花青素 如果您家的红掌出现了这种现象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搬到阳台向南的地方 让它失收充足的光照 这样的话它就会光照充足了 它花青素就会形成多了 这个花瓣呢就不会产生了有绿色的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红掌的一点小基石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